廣古大師梁錦輝,全新演繹,說惡傳傳 各位,上場的大敵當前,陰中皇帝被迫請回老將軍鐘澤出山。 他說:「盧外興,當年將你削職為民,是父王之果。 現在金兵入侵,朕照你為震驚大元帥,撥五萬精兵給你,速退金兵,保住江山社職,老將軍功高蓋勢。」 鐘澤就說:「萬歲,國難當頭,匹夫猶宅,無奈為臣年老多病,兩眼分化,怎麼是金日述的對手呢?」 鐘澤就說:「如果叫神做完稅的,我保舉一人為先鋒,如果萬歲答應,神才領兵。」 鐘澤就說:「啊,盧外興,保舉何人呢?」 鐘澤就說:「河南雙周湯音院舉止,岳飛岳鵬舉。」 鐘澤就剛剛想答話,奸臣張幫昌就急忙跪下說:「萬歲,岳飛昌挑小梁王,以小犯償,該當死罪。」 鐘澤就說:「不過,如果他退到金兵,可以將功折罪,免去死罪。」 鐘澤就不可以封為前部先鋒,叫他隨刑停用。」 鐘澤就說:「這個張幫昌,在陰中眼裡頭,簡直就是王羲之寫字,橫樹都好,言聽繼從。」 鐘澤就說:「那好吧,鐘老外興,可以派人去請岳飛出來,等他立功,再行封官。」 鐘澤看見張幫昌在處,這個人正式阿謀整餅,沒有那樣就整那樣,不方有好東西的了,就唯有額頭應成話了。 鐘澤,萬歲,今天述五十萬人馬,我們才得五萬,人家戰爭閒閒地一百幾十個,我們打得到仗的上將,寥寥無幾。 依老神之見,可以派人去角路搬兵,角路親兵一到,來個雷英外合,這樣才退到金兵的。」 鐘澤:「嗯?啊,鐘老外興,言之有理,言之有理,可以派人頒兵求救,不過,不知道派什麼人去好呢?」 鐘澤:「咦?張幫昌眼為一瞳,計上心來了,萬歲,不如就叫李泰斯親自去頒兵,李泰斯和角路兵馬大帥關係這麼好,還可以代請岳飛。」 鐘澤:「嗯,音中就額頭同意了,張幫昌在心裡就慢地偷笑,哼,李剛和鐘澤,是我眼中釘欲忠矢,這次叫李剛去頒兵,他是民官,路途奔波就救他辛苦了, 鐘澤:「況且,路上逢山有賊,金日術圍困京城,連營幾十里,李剛他插也難飛出去,九成是要死在金營裡的。」 鐘澤:「還有,那個鐘澤連過花甲,又有病,出馬臨敵,戰得幾回合啊,實死在兩軍陣淺。」 鐘澤:「哼,這兩條老鬼一死,京城就是我張幫昌的啦,借金日術的兵力,我都做回幾日皇帝先。」 鐘澤:「那,張幫昌是詩詭計,音中還烏鎖鎖,馬上又發出聖旨,請李剛去頒兵,鐘澤做元帥,死守京城。」 鐘澤:「去了朝之後,李剛就找鐘澤聊天。」 鐘澤:「鐘原帥,張幫昌的詭計,真是非相浸辣椒,毒辣辣,他叫我去頒兵,我是文官來的嘛,人家會聽我笛嗎?」 鐘澤:「鐘澤:「鐘澤就說,萬歲現在聽了張幫昌的九官的話,我們真的沒有他收,現在唯有以國士為眾,退敵兵,補京城。」 鐘澤:「不如這樣吧,你去請岳飛先,再去角路頒兵,我在京城挑選五個大將,護送你出去。」 鐘澤:「欸,這樣不行,這裡要補京城,要交戰,你給我幾個有用的大將,到時你自己怎麼辦?」 鐘澤:「唉,如果沒有人保護你,你連金營都衝不過去,當然要派幾個得力的人保護你去的啦。」 鐘澤:「我在京城裡不出戰,等你的救兵,還要等到岳飛的幾兄弟到,你記得叫他們衝營的時候報號,送信給我知道,到時來個女嬰外俠,這樣才解到位的。」 鐘澤:「記住,我等你半個月,最多不超過二十日,一定要請到岳飛和角路兵馬來啊,就算請到一半都好了,日子久了,李賢帝,京城,就怕保不住的啦。」 鐘澤說完,握緊李以光雙手,李以光就含著眼淚說, 鐘澤:「盧元帝,守住京都,還要防備張幫槍的暗算啊,我會快去快回的啦。」 鐘澤就挑選了五元手下大將,保護李剛闖營班兵去請岳飛,這些就放下吳廣主。 鐘澤第二天,去到教軍場挑選了五萬精兵,點兵派將,把手京城變良。 京城的城牆比一般的城牆高些、厚些。 鐘澤命令的士兵還要加高,除了南城門之外,其他三道門都塞死了,就留回南門等救兵來。 城頭道就臨滿滾石雷木,功佬約戰,還有兩坑震驚的大炮都加在南城門的城頭道。 軍事就分為三批,輪班守城頭。 鐘澤估計,岳飛最遲十日左右就一定會到,以岳飛的武藝和計謀,退金兵是異如反掌的。 那個金兵術來到變良,也不敢輕舉妄動。 派出遠探、近探、流星探,從營盤到城下五十里路,派出流動哨,打聽城裡的消息。 連續三日,城裡頭都沒有出兵,金兵術就覺得有點奇了。 哼,我們剛剛到京城,還沒紮好營盤,從京城裡頭就衝了六匹馬出來,或者是出京頒兵的。 這三日,他們不開仗,那就等救兵來啊。 如果救兵一到,呂應外合,我們都幾難招架的。 不行,要快點攻城,攻入變良。 各位勇士,點一萬隊伍,響炮出兵。 砰、砰、砰。 三聲炮響。 金兵術就親自帶隊。 帶著大元帥尖摩弗、二元帥皎摩弗、三元帥鐵木真、四元帥烏尼布、五元帥瓦利波。 還有大王子尖喊、二王子拉喊、三王子搭喊、五王子澤利。 和左班承相哈里、右班承相哈里江、軍師哈密斯。 還有大都督鐵里青、二都督鐵里紅。 馬到兩軍陣前,金日術一,舉大斧頭。 隊伍立即啥聲,眼翅排開。 金兵就土地叫陣了。 中閘在城頭上看見遠處那些金營。 哇,營連營,好像波浪一樣,數都數不清那麼多。 在陣前就閃出一隊人馬。 人似猛虎,馬似猶龍。 中閘心想,金兵連氣打勝仗,士氣旺開頭。 又兵多將講,不可以硬碰硬的。 等救兵來了再講。 這麼巧這時聽見,聖子到。 中閘就馬上落城,見到是張幫昌。 啊,張承相,什麼這麼挫蕩啊? 完事,萬歲傳口子,叫你今天出馬臨敵,要活足金兀術。 張幫昌講完,一份衣服就坐上腳就走了。 唉,中閘當堂眼睛都光了。 自從中閘官復原職這麼久, 張幫昌在皇帝面前就慢吹風。 中閘今天沒有出戰。 明天又說,今天又沒有出戰。 他多想中閘死,在兩軍陣前。 所以今天陰中,才傳指叫中閘出馬營敵。 中閘見到聖子都落來了,正式大石砸死蟹, 哪敢為抗啊,唯有出戰。 人家,抬槍避馬! 是! 點了五千兵,放炮開城。 咚!咚!咚! 醒裡頭又是三聲炮響,城門開鎖了。 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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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! 兩道大城門就分為左右。 吊橋一落, 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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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中间有一百几十个战将,对前一支珍珠宝云旗,续续有三丈三高,大葫芦金顶,大红旗,黄火燕,受着一个斗那么大的金字。 旗下三元战将,中间那个最抢眼了,人高马大,手里一把金雀开山虎,其中一批四提点雪赤炭火龙驱,这元战将面如火炭,两堂素把眉,黄眼金睛,落筛胡桑,那些胡桑条条钢针那么硬的, 空前胡理尾,头上瓷鸡灵,耳带金环,望落成尊凶神那样,中策越看越感叹,唉,怪不得说金雀术有万夫不当之勇,所向无敌,这种幻象在我们京城是绝对找不到的,但愿岳飞早点来辨量,做一臂之力啊。 想到这时,中策就提起奔铁点钢枪,呦,吹马上阵。 在讲金雀术一见城门开放,冲出一队人马,正宗那只税旗下,一元六十多岁的老将军,他身高九尺,面子银盘,五楼银桑飘洒空前, 头戴三叉碎字盔,身着龙铃甲,坐下白龙马,手提奔铁点钢枪,左夸弯弓,右带宝剑,看来真的好像被抛了角的仓龙,脱了牙的猛虎,不露自威。 金雀术一早就知道有个宗宅,不过听说他被削职遗民,为什么现在又会出回来的呢? 这个老家伙很厉害的,我要小心提防才行。 想到这样,金雀术两脚一硬马灯,马刀前的,请问,宋将是不是宗宅老元帅啊? 宗宗宅就点码头,没错,你是何人呢? 我是大金国昌平王,精南大元帅,元颜厄迫述。 九样,九样,厄迫远帅,你们在北过,我们在南朝,各守疆土,为什么无故进兵侵犯中原呢? 哈哈哈哈,老元帅,什么国守疆土啊? 都是一个天,都是一个地,有得居之,无得失之。 你国皇帝昏庸无盗,就拿老元帅你来讲啊。 忠心耿耿扶持大宋,但落得个削职遗民的下场。 现在我们围城,朝中无人,才请你出来送命。 老将军这么大年纪,本应享清福啦,何必保那个分军呢? 如果你投降的,我就封我皇位给你。 如果不投降,我亦望开生路, 在连营道,让条路放你走,你可以远走高飞。 如果不是,一交起手,打起来,都唱无眼,老元帅,难免撞身沙场啊。 屁屁屁屁。 今日,收声,你早居不过,居然敢打中原,占我国土,杀我黎民。 呵呵呵,别看你今日围困京城啊。 一旦国路兵马来到,你做下外乡鬼。 至于老夫我,呵呵,不用你操心。 雅冠不离井口坡,大将难免震前望。 老夫早就将生死置之独爱, 有我在这里,就不到你禁兵离中原横行霸道。 啊,既然是这样了,老将军,请啊,请。 这时钟宅身后边的篇将楼忠就说了, 老将军,等我打头阵先了。 钟宅就闪歪了身,小将楼忠摆下手中大刀, 飞马来到阵前。 那时金阿述身后边也冲了原将军出来, 原来是刀督铁李青,他手洗相除, 那两元将军也不通明,也不报声, 见面就开打了。 刘忠摆刀照刀, 铁李青用双锤当一格, 铁李青力大无穷,双锤大风, 刘忠的大刀也上下翻飞, 两个打了五六个回合, 两马一错摸,一南一北, 铁李青冷不防反手一锤, 砰,刚刚打正楼忠的后尾枕, 当堂就死于马下, 咦, 战马受惊,就跑回本阵, 唉, 深尺到钟宅,机会跌了落马, 铁李青就大大声声地叫, 谁不怕死就过来, 过来, 其他宋章还要上, 钟宅就摆下手, 钟将军, 本帅亲自出战, 胜了就一起回城, 如果败了, 你们不要上阵, 速速回城, 死守城池, 等候换兵, 讲完, 他双脚一压马登, 战马就飞奔阵前, 金将通明受死, 嘿嘿嘿嘿嘿嘿, 我是厄述元帅, 帐前大都督铁李青, 你是何人, 本帅钟宅, 啊, 老爷看趣, 呜, 铁李青相除, 带风就照打下来, 钟宅一点都不示弱, 长枪打横向上一格, 弹开, 当声, 铁李青相除, 被弹到四五尺高, 哎呀, 机会脱手, 苦口发气, 哎呀, 你个老爷, 还有点死力的, 铁李青就分锤打迷, 钟宅两边耳朵, 钟宅一缩头, 避开双脱, 长枪直插铁李青颈后, 铁李青一见不是路, 收锤想撞枪, 钟宅枪发好快, 这招是假东西, 手腕一压, 枪头就变了插去铁李青的肚腩, 铁李青是令你身上鼻, 嘿, 迟啦, 长枪油垃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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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中宅一领手腕, 吓, 挑了铁李青落马, 碰, 跟手一枪就拿起他狗命, 二刀督铁李青, 见到哥哥死了, 心痛得呱呱叫, 要跟哥哥报仇, 手提狼牙棒就来到阵前, 一边冲就一边发毛这么叫, 一急起上来就叫错了, 阿哥, 你要慢慢走, 等兄弟我跟你一起走啊, 金居一听就觉得很怪, 钟宅见到又来了圆金杖, 懒得跟他答话了, 停枪就刺,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